中共再出絕招 瞄準中國人的錢 波韓排柄後 專家建議北約出手 中國網約車司機掙扎求生 NHK揭中共認知戰爭上 驚華成案進入關鍵期 安文治父親突然送家戶病房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兩岸新聞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21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經濟萎縮下 中共體重百姓的保命錢 中國六大國有銀行10月18日宣布 今年第二輪下調存款利率 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只剩1.1% 活期存款已接近零利率 分析認為 眼見中國人的存款就要保不住了 台灣雲林雲科大財金系教授鄭正炳認為 當局想刺激內需 逼著大家把存款拿出來 因為中國的大陸現在處於通脹緊縮的狀態 所以它這個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其實對物價的影響是非常有限的 更不算得上會增加通貨膨脹 所以大家存在銀行裡的錢 基本上應該不會大幅貶值 從刺激經濟的角度來看 基本上是影響到民間的消費和儲蓄行為 基本上會降低儲蓄 然後希望能夠增加消費 因為中國大陸其實很多人在預警 中國大陸這麼大的經濟體 不可能靠出口來拉動 最重要的是要耐需 中國大陸最近的經濟情況不好 失業也很嚴重 其實一般大眾的實質的所得下跌 購買力就會減少 現在壓低利率之後 很多人將錢存在銀行裡 現在利息的所得就會下跌 假設有大筆的資產 這個時候你要重新分配 你可能要出來買債券 或者買股票 或者企業機構的投資 從見證初期的公司合營開始 中共歷來每逢遇到經濟困境 就會對中國人的私隱財產下手 有自媒體也發夢說 當局是要逼老百姓把錢由銀行拿出來 現在所有在銀行有存款的人 就不要指望拿利息了 而且當局在降低存款利率的同時 還在拼命印鈔 從廣義貨幣供應量M2看 中國三年多已經多印了100萬億人民幣 一邊瘋狂印鈔 一邊存款放銀行越來越沒有利息 普通人手裡的現金受雙重打擊 這個擺明政府就是不給大家存錢 把大家的存款趕出去投資或消費 拉動經濟 這篇文章還問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的錢根本沒有地方去 你不知道能放在哪裡 銀行沒有利息 股市、樓市、理財到處爆風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 艾恆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提供建議 他說 我對這些中國普通百姓的建議就是 將你的錢拿出來 不要買股票 更不能買樓 而是去買黃金 不要買假黃金 要買一些真的黃金 中國經濟一塌糊塗 已經引起中共 會不會因此倒台的討論 國內有網民議論說 你知道59年到61年困難時期嗎 你知道66年到76年十年浩劫嗎 就這樣都沒有倒 你看看北韓倒了沒有 但是你的人生肯定倒了 你本來晚上早點睡覺 是為了明天和客戶談判時精力充沛 現在晚上早點睡 是為了明天排隊買糧食時 排得前一點 上星期 南韓情報部門確認 北韓向俄羅斯大規模排兵 而且派出的是被稱為 暴風軍團的精銳部隊 適逢拜登總統訪問德國 與德英法領導人進行四方會談 曾參與最尼亞襲擊調查的英國武器專家 哈什德布雷頓 在電信報發文呼籲 美國和北約支持澤連斯基的勝利計劃 認為北韓已經進入歐洲 現在到了武漲烏克蘭的時候 布雷頓哥登說 俄烏戰爭到了緊要關頭 現在有三個可能 最惡劣的情況是 俄羅斯獲勝 這將會導致俄國騰北約開戰 而英國可能處於最前線 最好的情況是 按烏克蘭的條件停火 俄羅斯放棄非法佔領的所有領土 包括克里米亞 但這需要北約全力支持勝利計劃 如果勝利計劃得不到支持 這樣就來到第三個可能 也是最可能的結果 就是按照俄羅斯的條件停火 也就是俄羅斯非法佔領的地區 被承認為俄羅斯領土 這樣歐洲不會持久和平 烏克蘭可能再次成為核武國家 增加未來爆發核衝突的風險 布雷頓哥登分析說 北韓派來一萬兩千士兵 這表明普京已經絕望 在冰原孤蝦時 他寧願選擇北韓人 也不願意將俄國精英層的後代送上戰場 作為回報 俄羅斯會向北韓提供核技術 對遠東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俄羅斯可能也是用核技術幫助伊朗 以換取導彈 如果北韓現在不全力支持 扎連司機的勝利計劃 那可能就要打算在明年左右 與俄羅斯開戰 大批中國失業人口湧入網約車行業 滴滴司機職位過度飽和 競爭激烈 很多司機一天開車12至18小時 過路導致悲劇頻傳 美國知音報道10月20日報道 河北一位滴滴司機 謝先生受訪表示 他每天早上7點8點出門 深夜1、2點回家 工作17個小時 累得找個地方在車裡背一下 每個月溝除各種費用可以賺到5、6千 但最近接單量比以前少 工作越來越辛苦 謝先生說 當地有個網約車司機群組 又群組得知 前兩個月已經有兩位司機撤死 都是40至50歲的 而他今年35歲 還算捱得住 網約車公司將自己與司機之間定位為 居間關係 嚴系勞工或勞動關係 這樣公司不與司機交社保 至於司機自己部分人 沒有持續喬交社保的能力 還有一部分不信任中國的社保制度 江西網約車司機程先生 自費買了醫保 但他說遇到大病 去省城南昌看 七七八八搞下來只是報50% 一些小毛病在本地醫院看 雖然可以報到70%至80% 但要住院才可以報銷 悶診連一分錢都不可以報 情生抱怨老百姓都自己養自己 國家可以剝削到一點債一點 我們亦納稅 開車入油亦有稅收在裡面 網約車競爭下 的士生意更難做 何北一為中年的士司機 同同伴兩班道開車 每人每日做12小時 的士送禮錢每天100元壓住 他每星期做門7天 計上電動車充電時間 他每星期工作84小時 周圍司機說 最近比去年這個時候更難賺錢 他當日只是做250多元 除去100元的送禮錢 只是賺到150多元 還要包含充電費 日本放送協會NHK20日推出 5集重榜紀錄片 《太懷解密中國網絡戰》 記者走訪各國追蹤今年2月份 揭露的安詩文件真相 並分析中共認知戰造法 安詩是一家總倉委 在上海的中國企業 該公司大批文件 在2月被洩漏 文件揭露中共 由國安部到地方級警察部門 廣泛聘用客客 對其他國家 進行大規模網絡攻擊 在社交媒體 散播對中共有利的假消息 並監控海外異見人士 NHK記者最近前往安詩上海總部採訪 公司大門鎖住 大樓管理人說 員工已在2月被警方帶走 安詩在四川成都的開發總部辦公室 招牌都被拆了 任虛留空 安詩為中共警方開發了工具 推特輿論情報導控系統 這個工具有Haha功能 可以發送 有部同路人連結 對方點擊後 將護罩被控制 流亡海外的前微博員工表示 這個工具的目的就是 操縱海外輿論 通過一切手段 鎮壓反對聲音 海外新疆人被盜用大頭帖 和用戶名 發表辱罵同伴的貼文 在社群內引發間諜洪荒 NHK報導說 台灣是中共認知戰的目標 可能有大量台灣公民的外人資料被讀 台灣社交平台去年出現假消息稱 政府將接納10萬印度勞工 這則謠言甚至引起台灣人上街集會 反對外來勞工 NHK還報導稱 根據安商文件 日本可能亦成為中共認知戰目標 而此由 應用程式操控的機械人像學 在社群傳播 關於福島核處理水排放的假新聞 台灣驚華城案 這個星期進入關鍵 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一直被羈押 但現在傳出 柯文哲92歲的爸爸 因肺癌及肺積水轉入 深切治療部ICU 柯文哲18日帶著手扣前去探視 綜合台灣媒體報導 民眾黨20日證實 柯文哲的律師上星期 將病危通知送交北鎖 為柯文哲申請介護探視 柯文哲18日帶著手扣 在看守所人員陪同下 到台大醫院探視父親 匡匡科名以蘇一方分析 柯文哲的父親 柯成癌症末期 肺勒莫積水 只能化療 如果入深切治療部ICU 只有不到一成的希望 可以生存出院 安文哲想見爸爸最後一面很困難 包括安文哲、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應曉薇、衛京集團主席審慶經在內 經說成案第一批被羈押禁見的7名被告 在這個月底羈押其張戒滿 洪方必須決定是否申請延長羈押 如果控方認為需要 就必須在10月24日前 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申請 因此這禮拜是驚華成案一個關鍵時期 好了這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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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